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门课在介绍AMOS这套软体 我们使用的是21版 那同学只要有18版以后的版本就可以了 在18版以后它的画面实际上差没多少 所以你只要有18版以上的 就跟这门课所介绍的画面就差不多 这门课总共一共分成三个单元 第一个单元是属于基础篇 在75篇里面我们会介绍SEN的基本原理跟传统统计的差异 会介绍说你为什么要SEN 为什么不用传统SPSS 那SEN它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 它跟传统统计又有差异在哪里 那SEN真的比较好吗 它的适用性在哪里 为什么要SEN 在这地方我们会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接下来第二个部分是在介绍 AMOS里面的各种工具钮的一个使用方法 因为它是一个图形化的界面 当然你要写程式也可以 这门课程我们以图形化的界面为主 所以你必须要先了解这些工具钮的使用 它使用非常简单 你只要会小画家 是AMOS的画图就没问题了 所以你必须要把你的研究架构图 画在AMOS的画布里面 你就可以执行一些设定之后 就可以进行分析了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简单 你根本不需要学任何的程式语言 这是一个它的优点 所以AMOS在SEN的分析软体里面 目前已经是全世界的占有率 已经是最高了 那再来 接着我们再用一个实际的例子 介绍同学如何用AMOS 快速建立你的研究架构 因为在第二个部分 我们已经介绍了各种工具钮的使用方法 对不对 那接下去就要验证说 你会不会使用这些方法 那怎么样快速去进行分析 当然这个的话 可以让你怎样有一个成就感在 所以第三部分 可以让你赶快赶快的快速上手 那接着再来 第四个部分 我们就介绍AMOS的报表说明 那这里面报表说明 一开始我们会把所有的 有关报表它的显示的东西 全部把它列出来 接着第五部分 就介绍自行发表所需要的统计分析技术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量表是自己发展 那你怎么去做一个完整的统计分析 那有一些期刊 他会接受这种量表的一个制作 就是说你针对某一个变数去制作量表 那如果你制作的很严谨的话 这个量表可以给后续的研究者去使用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发展量表的一个研究 你可以利用这个AMOS去做一个量表的一个制作 那怎么去做呢 在这里面会有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包含你需要用到的统计分析方法 以及它的分析流程 接着再来倒数第二我们的介绍就是 AMOS的 你怎么去利用AMOS进行验证星数分析 同时也会稍微介绍一下 什么情况用验证星数分析 什么情况用探索星数分析 那为什么我不用AMOS去做探索义数分析 而用SPSS 当然它们之间会有它的优缺点 这边也会做一并的介绍 那最后我们会介绍配色度的指标 那这边配色度指标我们不会很深度的去探讨 我们就去稍微做一个一些简介 介绍这些配色度指标在描述先什么东西 还有它公式长什么样子 这是基础篇的部分 基础篇的部分 那再来第二部分是属于应用篇 那应用篇就是我们在论文里面去做假设检定 所以前面基础篇主要是针对量表发展 跟初始问卷的一个统计的检定技术 那应用篇就不是了 就真的去在做进行假设检定的 所以同学在看AMOS这套软体介绍 至少要看到应用篇 至于进阶篇的话 同学可以选择看是否要不要继续看 那我们看到这里面会介绍 读样本体检定 当然你可不可以用SPS可以 这两个做出来的结果呢 有什么差异在这地方也会一并的介绍 还有变数分析 那接着再介绍什么回归分析 那这边回归分析同样的 我所有东西都会跟什么SPS去做一个比较 比如说你用AMOS跟用SPS到底差在哪里 那你为什么要S1 用AMOS这套软体 当然你要发挥这套软体的功能 如果你还是用那种传统统计的方法 那等于是没有把AMOS这个 它的专长 这个数学方法 它的那个长处把它发挥 所以这地方我会特别特别的 去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比如说当你用AMOS这套软体 进行你的统计检定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去处理你的变数 你的变数应该怎么计分 会比较符合AMOS的数学的原理 接着再来介绍的就是什么东西 入境分析的 在SPSS如果同学有去看SPSS的课程 那我提到 建议如果你要做入境分析 最好用什么AMOS 那当然做完之后 你会发现AMOS真的会比SPS方便很多 方便非常多 接着再来介绍中介变数的检定 那中介变数的检定 因为AMOS当然也会比SPS快 那你说我可不可以把SPSS的 中介检定用AMOS去做 当然可以 而且做出来结果是一样的 前提是什么东西 你全部都是做显性变数 那这边提到一个显性变数 我们正是在 介绍AMOS这套软体的时候会介绍 什么叫做显性变数 什么叫做隐性变数 那为什么要隐性变数 那为什么不用显性变数 这边都会详细的一并介绍 那再来调节变数的检定 调节变数检定 我们当然用SPSS也可以做 那AMOS做 它有它的优点 所以这边也会一并的介绍 那接着再来 那我们在基础篇里面有介绍 简易的指标 那这边是深度的探讨 那这也告诉你说 为什么指标它做三大分类 如何分类 所以将来你看到这个公式 你就知道它是属于哪一类了 这个地方老师会整个把它指名出来 你就不用背它 这样了解 还有再来 统计的所有的公式都有缺陷 那请注意这件事 所有的统计公式都有缺陷 没有一个完美的统计公式 因为统计不是数学 所以在纯述里面是把统计排出在外面的 请同学注意 那所以你看到 为什么平均算一个资料的中央位置 有一大堆的公式 什么算数平均数 加权平均数 集合平均数 调节平均数 还有一大堆甚至 没听过的 包含那个什么 包含我们中处的算法 各家学数一大堆 还有 那个资料的集中分散程度 除了你统计教科书所看到的那些公式之外 因为其他公式有成千三百个公式 那有些是被淘汰掉的 所以它的公式呢 一堆 每一个公式都有它的缺陷 那这边就告诉你说 如果今天你哪些指标不好 那有些指标会比较好 那我怎么去利用这个公式的缺陷 让比较差的指标 让它变得比较好一些 这地方我会去做介绍 那这个是一般不是学数学的老师 他所介绍不来的 因为他不是不懂数学 所以包含里面的演算法 如果叫它写一个程式 就是写一个跟AMOS一样的程式 当然不可能写那个什么图形界面 就是我们就是一般的那个 比如说C++或者Fortran 或者其他的程式语言 Devify都可以 VB 我就用一个资料档丢进去 我用其中某一种方法 把它的那个所有的报表 所以我想分析的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 代观测的那个参数 就自由参数把它算出来 这认为社会学者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那只有学应用数学的人才有这种能力 所以这地方会介绍 那个里面有哪些的缺陷 那你学完之后你就知道 这个指标比较差 然后怎么去 去 让这个指标稍微好一点 当然这个东西 你在做论文的时候 尽量 尽量是 资料去 以最真实的去呈现会比较好 那我在 教学的过程中 这个我不会教的太多 为什么 教的太多的话 会变成你为了 美化资料而去做一些 修饰 那 这个 老师比较不建议 因为怎样 因为 也许你的资料是正确的 而是你的架构是错误的 这样懂我意思啦 如果今天你的资料是正确的架构错误的话 你做这个修饰 让这个资料符合这个架构的话 你就失去了研究的意义 这样懂我意思啦 所以这个我不会去每个公司都介绍 我会介绍几个主要的指标 而且 不会做全盘性的介绍 会 好 告诉同学 一两个小窍门 知道一两个小窍门 至于整个那个窍门 好 请同学 就 维持什么 维持资料的真实性 这样懂我意思 那这边介绍主要是介绍 如果今天比如说 好 GIF 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 GFI值 GFI值说要 0.9以上 那如果你很不幸稍微低一点 没有0.85那怎么办 我教你怎么去稍微让它变高一点点 这样懂我意思 好 那如果你今天那个GFI值已经很低了 比如说是0.6多 那我就不建议去做这种修饰 这样知道 好 那接着再来 这是属于什么 好 应用篇的部分 好 第三个部分就是属于进阶篇 那进阶篇里面当然就是 你对SEM的数学模型跟原理它怎么算的 好 这个我会稍微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主要简单介绍 因为真的要去讲到它演算法 你必须要懂什么 好 懂很多很多的数学的基本阐释 好 你必须是数学系的 好 而且 你的那个数学的大学四年 你必须把大学四年的应用数学 全部都学完 包含数字分析 还有包含什么演算法 好 包含程式 全部都要学会 好 学很多东西 你这个才听得懂 所以对这来讲 是大略的题 好 大略的题 好 所以这不会去真正说 把你们当数学家一样 好 数学系的学生去介绍 好 所以 让你认识说 它到底 好 SEM里面在 讲些什么东西 好 接着再来第二单元就是多群组分析了 好 那SEM里面 就是Aermos里面 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做群组分析 好 不同群组的 好 那当然 这套软体还不断不断 这个SEM这个理论也不断不断的往前延伸 知道 它的功能会越来越齐全 越来越强大 好 接着再来第三个部分就介绍 Aermos的三大策略 好 这三大策略有SC AM MG 那这三大策略到底有什么用处 那一般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 是三个策略中的其中一个 了解 大部分都是用SC的策略模式 那什么是SC 我们也会讲 所以 你在做研究的话 不可能三个都用 这样懂我意思啊 你的研究主题目的只有一个 如果你今天研究主题 这个也做 那个也做 这个是一个很烂的研究 多头马车 这样懂我意思啊 一个好研究 最好的研究是一个IV 一个DV 所有的公式 所有的定理 你会发现 它都有一个共通的性质 简单 知道 越简单的公式 越单纯的定理 这才能够 这才能够成为一个什么 真正的定理 这样懂我意思啊 所以 你拉了一大堆的变数 事实上 这种研究是一个不好的研究 好 那再来 接着再介绍 那个模型的修饰 那模型可不可以修饰 当然可以 当然 什么情况之下 你要做模型修饰 注意啊 不是在做假设检定 如果你做SC的话 知道SC的策略 请 请怎样 请不要做任何修饰 因为它是在做 做假设检定 它是主要是在做检定 解禁你的假设 所以修饰了之后 那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好 就不符合你的那个检定结果 这样懂我意思啦 好 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 好 介绍 贝斯估计跟自助法 也就是说 我们在估计 自由参数的时候 好 除了传统的那个什么 最大概制法 好 未加权最小平方法 好 还有一大堆 Amos有提供一些方法之外 那除了这些方法之外 还有呢 贝斯估计法 好 除了贝斯估计法 还有一个叫做自助法 那自助法是 是那个IBM公司 城市设计 它中文版里面翻译的 那自助法会比较 它翻译到 就是有翻译到它的精神 到有点像自我求助的概念 那也有人就直接用什么 它的英文翻成中文 就是Bustray 就翻成拔学法 好 那拔学法的话是 是什么 是从英文里面直接 英文的那个翻译 它比较不具意 好 所以我比较喜欢自助法 这种翻译 因为这翻译真的是有到位 好 所以总共有三个单元 那如果同学有兴趣的话 可以三个单元 全部都 都零题